我们这个区域明天就迎来解封时间了 我们今天早晨做了一个第三次全员核酸 如果按照做核酸次数来说 我在2022年4月份到现在为止 已经做了八次核酸了 其中六次是捅鼻子 两次是抗原检测 都是阴线 虽然说要迎来解封了 可是我还是依旧想带大家看看 解封之前或者说解封之后 也许就是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哦天呐我感觉我这一生都好倒霉啊 啊我今天出来刚骑上这个共享单车 我刚往前走两分钟就开始下雨了 啊我自己判断这天气应该不至于下很大雨 就没想到这雨这么大 啊整个路面在几分钟之内已经淋湿了 我在这个树下稍微避避雨 哇哦 哈哈乌漏偏峰连夜雨啊 自打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啊 我身后是我的母校啊 一直没进去过 是因为疫情原因呢 只有校内的人员才可以进 其余外人呢一律不可以进去 就是没有登记这一环节 就是疫情下为了保护学校的学生做的非常的厉害 等明天啊这个抽个时间去理发店剪个头 因为这边刚刚解封嘛 现在去剪头的话挤不进去啊 哈哈人太多 这个学校我估计一时半会儿我就进不去了 原来一直有个想法说再回学校里看一看 追追大学的日子 这个肯定实现不了了 毕竟防控要紧嘛 那么疫情对我们的经济影响大吗 可能很多人说在生命面前 经济影响了点没关系 这个其实是个辩证的说法 相对来说吧 我身后这个店呢 其实里的学校啊 走路200米吧 按理说应该是旺铺中的旺铺 生意应该非常的好 就是在疫情之后啊 我以前也来过这儿 我会发现这个学生啊 大多数学生出不来 学生没有办法在这边消费 只能用外卖小格去带进去 然后最近我们这边防控嘛 然后整个关了到现在为止 有半个月了吧 半个月没开张啊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没有概念 半个月没开张 坚持坚持怎么了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喜欢说坚持 坚持实现梦想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你坚持 也是看人的啊 有些人是坚持不下去的 我拿自己来举个例子啊 我是一个网络视频博主 有时候做直播带货 连我这种线上的影响都很大 比如说很多地方不发货 拍了之后本来也卖了多少单 直播完卖了100单50单 因为快递费用啊快递问题送不过去 送过去就退回来 那我的口碑分肯定要降啊 收益也要下滑啊 是吧 对于很多那个快递从业人员也是这样的 没法送快递是吧 开着大车在高速口上卡着 都是会有影响 那这边的啊 十里店比较惨的就是十里店 那个甭管你开不开张 固定的开支是有的 可能水电少点 但是房租呢 是吧 你还要还月供呢 这个很多问题啊 有些人坚持不了的 当一些人 比如说资金还比较不错 坚持下去的 OK 解封之后直接继续开 可能也就是在 在他的人生当中 影响就那么一丢丢 可是 有一些就坚持不下去 对吧 有点儿热的 寓意啊 刚才不下雨了 忽然间又下雨了 雨过天晴之后 又是雨 就跟我今天的心情是一样的 今天呢是解封的第一天 可是这第一天呢是 二零二年四月份 山西太原的解封的第一天 是吧 只是这个月的第一天 啊 因为我一直觉得 像这样的生活 现在 可能还不能太开心吧 因为只是这一次解封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 可能这个事情啊 它是一个 会反复发生的 所以我依旧现在呢 没有办法做旅行的打算 因为我依旧担心啊 去什么地方 隔离回不来了 去什么地方行程马过不去 去什么地方交通管制进不去 或者说出不来 生活中对于我这种 相对来说自由的人 也是很有限制的 对吧 那我们看看那些 坚持不下去的实体 感受一下 我那天在这儿遛弯 就看到 有些人说啊 这个可能是因为 这个电商啊 比如直播带货 对这个实体店的打击非常大 我这个东西我也承认 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 我在这条街上看到很多什么呢 你说 这个直播带货应该不仅想吃吧 反而更好的这个 送饭 外卖活动 可以加快这个饭店的营收嘛 可是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这后面就两个店 一个做包子 一个做鸡排的 都写的出租转让 为什么转让啊 不赚钱干不下去嘛 不过还很有良心啊 没有写旺铺转租啊 是吧 没有说旺铺啊 这个又一个出租的 上面有电话不开了 这个也是旺铺出租 和整租和分租 多大的店面啊 现在全场十余元清仓了啊 平夜的啊 干不下去的 关门了 也出租了 这也干不下去了 也出租了 这个高点店还在 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儿这儿到这儿 全都是出租的啊 这边全给干不下去了 没事儿 我周围都没人 透过气 摔着太阳 刚才看那个 有一家店啊 来了个清仓大处理 39块钱最后一天 明天关店 我知道很多市场当中有这种套路 我真希望它是套路 我不希望它明天就关店啊 很多这个店家啊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关店的 毕竟是自己的一份经济营收嘛 是吧 我记得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众志成成 一起度过难关 可能是啊 这个疫情时间太久 就是老百姓也希望能坚持下去 有些人这个能坚持是吧 他就像堂皇一样 或者说一根皮筋 有一些企业 有些个人 他本身的实力啊 让他这根皮筋啊 弹性很好 崩得特别紧的时候 他能崩住 但有一些实力不济的 欠着房租 借着贷款的 做着生意 啊 拥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迎生梦的人 啊 因为这疫情 这动不动老是 隔离封控关店 隔离封控关店 久而久之 他们这根弦就断了 我们刚刚看看那些实体店 我觉得他也不是说 因为电商打击多么大 就坚持不下去了 有些能坚持下去的 在疫情期间也断 他这个东西断了之后呢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说啊 再接起来 像有一些经济实体 像一些供应链 他断了 那就是断了 就该失业的失业 你想想很多企业 最后搞不下去 不就是资金链断了 我当然希望这个 疫情防控最后 我们中国一例都没有 但是这个疫情啊 这个病毒啊 这个狡猾啊 不停的进化 不停的这个 增加传播的速度 增加这个隐藏的隐蔽性 是吧 真是防不胜防 我觉得我是一个 在疫情下 非常悲催的人 可以说是非常悲催的 2020年疫情出国 去美国这边 戳个差 活生生在美国 困了一年时间 买了个天价机票 是吧 赶回来之后 我的事业被迫到转方向 我咬紧牙关 最后转了方向 结果又因为这疫情 在我这个方向的道路上 哎呦 又得让我变成一个披荆斩棘的人 我这年纪大了 我年轻的时候 你让我再拼一拼可以 现在就是感觉拼不动了 就感觉每天现在 早晨起来吧 晚上休息不好 早上起来就特别累 就累的没有精神 然后又要重复 现在做的事情 又发现 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一块那一块 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然后你在拍视频 门也不能出 是吧 你想实现的东西 你也做不了 你本身做的事情 都是不开心的 我又不是那种 唯利是图的人 是吧 谁给钱我干什么 没有 我觉得我心里 还是有识和远方的 可是现在呢 在这种环境下 举步为奸 我和很多做生意的人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都朝着一个方向 一直努力着 但是周边 或者外界的这个因素呢 对我们打击面太大了 太大了 有的时候我心里 当然会有这种 怎么说呢 那种委屈啊 那种憋屈 咱作为一个网络博主 不是说什么话都能说的 有些时候 我特别更愿意做一个路人 就做一个网络上 普通的用户 我看看老百姓怎么讲 哎 我看了看去 我觉得他们讲的也挺对 后来我觉得 那可能就不需要 我在讲什么东西了 我就 在这个 困境中 努力去寻找一下 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好 如果找不到 那我这人生就失败了 如果找到 那我就继续坚持下去 我从未想到 我自己所属的行业啊 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啊 包括我这种很低的欲望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今天有时候坚持不下去 坚持太久了吧 可能是 感觉到那么有一丢丢绝望 因为我是一个 可能性格上 情感上比较脆油的人 还在磨练中 希望会好 希望有一天会好起来 希望有一天会好起来 看看身后这些人 在这欢声笑语的 有些人走着走着也把那口罩摘了 其实他们心里也没有怕什么 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怕 这样生活其实挺好 是吧 以前生活真挺好的 希望 这句话说烂了 尽快恢复到 疫情前的生活吧 有些人再也坚持不住了 我再咬咬牙 还能活下去 我心里还是挺阳光的 没想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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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